就可能 內心某一塊我覺得我滿傳統的 就是在婚姻這一塊 我覺得就結婚不應該要離婚 那讓你覺得真的 你受不了覺得說 就結束吧 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現在我覺得分開 我們都不需要覺得說 好像覺得她很可憐 我覺得我都是抱著祝福的心情 不是 因為一段感情結束 不一定是有第三方介入 那是什麼 有時候我覺得 在這個問題之前 最更嚴重的可能是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就是結婚之前 還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 他結婚之後才會發現 簡單講就是譬如說我們 有的人會覺得結婚之後 婚姻要經營 但有的人可能會覺得結婚之後 感情就先放一邊 他可以全力去衝刺別的事情 就每個人的觀念都不一樣 但是沒有誰對誰錯 只是因為 那讓你覺得真的 你受不了覺得說 就結束吧 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一直都是相處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積少成多 就沒有一個說 不是一個點 一個點是所有的事情 累積在一起 所以一集來 妳都有跟花花抱怨說 妳遇到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 她都會給妳什麼意見嗎 我一開始會跟她講的 好 所以妳知道事情的原貌是不是 嗯 但我是不會講的 好 謝謝大家看我們節目 好 我再次謝 拜拜 好 好 還想說 任何事都不能聊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因為男生畢竟他不是 這圈子的人 那你就可以聊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 就是不要傷到他 感受當然不好 這感覺怎麼會好 感受當然不好 所以這是比如說 你觸及到哪一個 讓你覺得說 我 這個是我的死穴 好 這 衛生紙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逼你哭的 我只是想要 聽一個故事 沒有沒有 有時候就覺得 你幹嘛覺得不好 你幹嘛覺得不好 你幹嘛覺得不好的意思啊 要聽一下啊 因為我本來想安慰他 所以我不知道安慰是 因為他故事還沒開始 就逼你哭人家 事情發生到現在 我是第一次出門 工作 你 門都不出 都沒出門 然後他就是照三餐 會傳訊息給我說 你有沒有吃飯啊 你是難過到 不想走出訪門嗎 就可能 內心某一塊 我覺得我蠻傳統的 就是在婚姻這一塊 我覺得 就結婚不應該要離婚 所以你是離開之後 上我們節目是 你第一個工作 對 然後還要挑我 我有點後悔 對 因為你因為通告確定 是在4%前 我不好意思推通告 對了 對 我想說你既然那麼不想聊 你幹嘛第一個就排我們節目 OK 因為B2哥在第一時間 也有傳訊息關係 對啊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驚訝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分開 對你來說是生活都會更好 可能一開始會難 但後面我相信兩個都會很好 對 我相信你會越來越開心 就是前面辛苦一點 我覺得沒關係 多久了在家裡 快一個禮拜了 就是誰都不見這樣 電話也訊息 電話也不接嗎 不接不回 對 除了蕊通告 錢還這樣賺錢 因為那個不蕊 節目很難錄 我也不知道 有要聊什麼 我還正想覺得說 你真的是封閉自己 結果竟然一個蕊通告 就可以找到你 那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了 他們開電衝不行 對 電話響報都沒有接過 可是你覺得 這是一個好方法嗎 一個禮拜關在家裡 可能還要一點時間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你就 跟朋友 配合一下 不要把自己關在家裡 就也不能太快 會有點強迫我自己 對 對 對